宝宝护理 宝宝冬季护肤指南 很多妈妈说宝宝冬天脸总是红红的,该怎么护理? 首先我们先判断宝宝苹果脸是正常情况还是有患病迹象 先排除宝宝失诊、过敏、发烧等疾病因素 若是生病要及时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宝宝皮肤焦嫩,抗干燥能力差 如果宝宝刚好是口预期,爱啃手,流口水 水分蒸发就容易导致宝宝小脸粗糙泛红 冬天室内外温差大 冷热交替或者长期待在寒冷的环境也会导致宝宝苹果脸 另外,宝宝大量运动后,血液循环加快也会面色潮红 衣服穿太多或者被子盖太厚也会热出苹果脸 这些都是常见的原因,只要正确护理就可以了 控制洗脸频率 不要因为宝宝脸上干燥或者口水多就经常给宝宝擦脸,清洗 这样反而会更干燥 每天洗两次即可,并且水温不宜过高 清洗后尽快用柔软的毛巾吸干,不要用力擦拭 控制洗澡时长 不要因为怕宝宝着凉就洗温度较高的洗澡水 水温过高容易破坏皮肤表面的油脂,导致搔痒脱泻 温度约36摄氏度到40摄氏度,时长控制在15分钟最好 润肤乳助保湿 每次洗脸或洗澡后在皮肤还稍稍湿润的时候就为宝宝涂上润肤乳或者面霜保湿 只要选择保湿功能好的成分安全的产品就可以了 多喝温水补水 多喝温开水是非常好的补水方法 两餐之间补水,外出回来补水 大哭之后要补水,睡醒之后要喝水 宝宝正在玩耍的时候很容易喝水 补充维生素A 维生素A具有维持皮肤粘膜层完整性的作用 如果宝宝皮肤干燥脱泻,可以适当补充富含维生素A的蔬菜水果 例如胡萝卜,西兰花,菠菜,苹果等 外出注意保暖 外出给宝宝穿厚实一点的衣服 适情况加上袜子,手套,围巾,耳罩 但也要注意不要穿太多 里三层,外三层不利于宝宝活动,还有污热的风险 原则上,一岁以前的宝宝比大人多穿一件 具体可通过摸后颈部判断是否合适 合理使用加湿器 增加室内空气湿度可以使用加湿器 但室内湿度不要高于65% 这样容易滋生细菌 当室内温度达到40%到60%时 就可以关掉加湿器了 如果家里没有温湿度计 可以大约每两个小时停运一下 并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不 mind 刚才我们找到 等您 请请观看 感谢 不设致 这一期 我们要留会 你的 我们要留会 我们要留会 我们自己的